大家好,我是Berry,欢迎回来 这期我将接着制作程序化生成且基于物理的锁链 更像变为改变 大仁 puzzle 更像推荐 两件最后 看我刚才制作的实例 根据之前的实例来获取位置和旋转信息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上期视频的开始 要先制作一个简单的实例 并不只是为了视频效果 这里需要加一个偏移量来调最终的结果 具体质疑会根据情况再调整 利用index的机构来决定是否选择旋转救时度 将这个节点再复制一个用来调整物理约束组件的位置和旋转 我们下期视频的组件 从这里开始录制的时候有点卡 还挺淡淡 我这里使用两个球形来代的角色 稍微调整一下缩方 我们下期再见 将最后一个物理约束组件的位置设置为N组件的位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将链条的段数设置成 选择这个节点修改一下猜数 我们下期再见 选择物理约束节点 修改参数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去修改 毕竟模型大小是不一样的 练习保存 将实力相关的组件删除 我们将做好的锁链拖到场景中去 效果不错 好吧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别忘了关注点赞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见